身處中共監管風暴中心的螞蟻集團將進行高層人事異動 螞蟻集團絕心長胡曉明將卸任 並由集團董事長錦弦栋監任 另外螞蟻集團也在12日公布自律準則 包括不對未成年人放貸 防範小額信貸資金流入股市等 中國官民筆是多少一項被中共視為國家機密 近日中共政協委員李東玉提及小縣合併問題時 必舉一組罕見數據 政某縣財政常駐人口3.02萬 行政事業和社會組織120餘個 財政供養人員6000餘人 財政供養人員比為1比5 經營小縣合併可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其超高的官民比例令網民震驚 中國大陸食品質量問題層數不窮 近日江蘇又爆出一宗用鴨肉冒充製作假牛肉乾的事件 涉案金額高達800多萬元人民幣 涉案食品的公司老闆說 之所以選擇用鴨肉冒充牛肉 是因為鴨肉便宜 中國甚至店家多 想靠導航找到正確的位置不容易 往往同名不同店相差10萬8千里 近來許多中國網友紛紛分享自己遇到的情況 有網友想到迪士尼樂園 竟被導航到山寨迪士尼樂園 不僅在鐵皮屋旁搭建簡陋的紅妝骸 還垂掛著大紅燈籠 還有網友想要去宜家家居 加勒福 卻被導航到破舊的雜貨店 最慘的是要到漢堡王和肯德基大塊朵怡 卻開到了閉門的破舊餐廳和鋼材店 新航啞電視總理報導 谢谢大家